我们收到的反应是蛮良极的 我们反对这个作品啦 对赌博非常的反感 因为赌真的太负面了 不大喜欢啊 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观众 表演跟以前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对我们的作品其实是蛮反感的 我们在中国的弓箱里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是办到第四届了 你提到的这个竞赛的一个大马竞赛 它其实是由新山中华工会所主办的一个比赛 从2010年开始 每隔两年就会办一次 那其实这个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由一些比较资深的一些教练来推选 一些比较表现比较杰出的队伍来参加 《传灯》这个曲目其实是在2012年的时候创作的 这次其实是带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作品 叫做《赌》 《赌博的赌》 那其实这个作品它其实跟上面之前提到的就是传灯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地缘的关系就是我们新山就是很多的人 因为新加坡开了赌场 我们会很多人过去那边去赌博 就是可能整个南马的一个社会是有受到一些影响 然后包括在新闻报道其实都会经常看到类似这样子的新闻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三四十岁一些可能是家庭主妇 他们就会乘着巴士进去新加坡里面赌博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就一直会就是一直听到这些新闻 所以我就会想到说能不能就是有一个捷铃鼓的曲目是能够表达一些跟社会课题有关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一开始的概念是希望可以在捷铃鼓的一个表演里面就是增加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画面 对那其实一开始就很突发奇想的就是想到如果我们在一个表演里面出现很大型的一个扑克牌 这样的一个很初步的一个想法 当时我就想到说把读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社会的课题带到作品里面来 其实我这个概念最早的时候是在四月多就已经想出来了 对然后当时候其实就突发奇想的过后 其实我也有马上的就是告诉我的这一批学生 但是因为其实那时候他们是有在构置一些别的东西 就是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整个扑的东西我们是比较没有触碰过 我以一个赌徒的心态去处理这份谷 把我们自己变成赌徒 我是觉得很难 就我们没有创过用负面的那种信息来传达出一个好的 其实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讨论才有整个故事的大纲 因为一开始我们接受了读这份概念 我们是还没有读图经历过的过程这些东西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三个人跟教练讨论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没有在的 但是我之后听他们讲的时候 我就听到他们的就是这个概念啊 就是我本身是很反对啊 我有特地找就是力兴讲他反对 然后我就特地找他来单独跟他讲 讲我整个东西啊 就是到底整个东西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 然后到底整个东西应该要怎样呈现 后来他其实是算是有被我被我劝服啦 但是只是想说他的那个观念就是 他还是希望之后的东西是一个正面的讯息 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创作这个曲目 根本就没有想要传达什么不良的讯息 不是叫你去读 所以我们是想要创作这个曲目到最后呈现出来过后 我们收到的反应是蛮两极的 我们也是有收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评语 就是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好像不太像宽宗的 古队原来的一个风格就是或者讲说呈现的方式 就是跟以往的很不一样 那个我们就有收集一些意见 然后在队友方面 我们会有一些队友会对我们讲是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观众 可是就传统的味道不见了 我们一定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传统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背负着世界第一只的这个包袱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连我们都改变的话 以前的杰铃骨原有的那些面貌就不见了 我们表现多的是 我们用更多的是鼓手的情感去表达这份作品 对于观众我是觉得 就喜欢新的东西的观众最喜欢我们的作品 从观众的回应我是觉得他们都很赞赏我们 只是还是有一些负面的评论 可是我认为这些是难免的 对所以它本身其实还是有一些 我们自己需要坚持的东西 这个也是我自己本身从来没有忘记的一个东西 只想说在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包袱是需要抛开的 可是我认为在经营赛这样的平台 就应该展现自己鼓队多年来的成长 就成长的结果就应该是更创新的东西 而不是一味的保留在以前大鼓的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初中的训练 其实也是传统式的训练 就会教好我们传统而铺 所以其实宽众鼓手的那个根是不会忘记的 鼓这个东西它其实应该要传递的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能量 对所以其实赌这个作品它虽然是用一个负面的一个情绪 就是赌徒这样陷入赌博的一个声援里面去 但是我们最后其实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负面到极点去提醒观众 对就是赌是不好的东西 请凭审做好十分阻备 请凭审量分 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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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 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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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咖啡 咖啡 谷巴联想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